您好,这里是张宁视野 今天美国政府的一名高官宣布了一个重磅消息 他说美军将在今年911之前完全撤出阿富汗 这是美国的一个巨大的战略转折 因为20年前的今天 美国遭受了911恐怖袭击 3000人上升 随后美国就发动了反恐战争 来打击发动恐怖袭击的中东伊斯兰恐怖分子 美军摧毁塔利班政权 其实只用了短短几个月时间 而且主要是使用空军的密集轰炸 地面部队我记得只是出动了 大概空降了1000多名侦察兵 这些人主要是负责观察 轰炸以后的后果 也就是评估空袭 不断地交正给美国空军 让美国空军能够更有效率的轰炸 但是后来在伊拉克战争 也取得成功之后 美军就开始大规模的部署军队和文职人员 试图彻底改造阿富汗 将阿富汗变成一个民主国家 美国在这20年里面 花了将近10万亿美元 看起来并不成功 阿富汗虽然建立了民主制度 但是始终都很脆弱 举行了几次算是比较成功的大选 但是阿富汗距离文明民主国家 距离还很遥远 也就是说 美国人在阿富汗的所有的努力 应该都是令人失望的 塔利班还一直在山区 在一些地区进行抵抗 尤其是靠近巴基斯坦的山区 因为塔利班的主体力量 后来都已经化妆逃到了山区 或者逃到了巴基斯坦 而且呢 伊朗和中共一直在背后支持塔利班 塔利班代表团曾经多次访问北京 塔利班的很多头目 都在中国受过军事训练 而且呢 就连这个发动911 这个恐怖袭击的本拉登 都曾经在中国军队当中 受到正式的训练 对阿富汗的改造呢 美国呢 也用来在伊拉克 但是呢 美国人低估了一个伊斯兰这个极权国家 要想改造成民主国家 那是非常巨大的工程 应该这样说 在这个问题上 小布什也好 奥巴马也好 都太乐观了 他们似乎忘了 黑人呢 就是主体在美国已经生活了三百年了 但是他们并没有接受西方的价值观 也就是说呢 如果让他们回到非洲呢 他们很快又会忘记了民主政治是怎么运作的 比如说那个利比里亚 那个非洲国家 都是以前美国黑人组成的 他们在美国都待了一百多年了 但是回到非洲以后呢 他们那个美国的民主制度大概只维持了几年 就开始进入长期的内战 然后到现在都打了一百多年内战 也没有打结束 也就是说呢 这个文化呢 在人的头脑里是根深蒂固的 制度呢 是人的心理活动的一种外在体现 可以这么说 西方文明呢 是从古希腊以来 人类经历了将近三千年的这个 兼具努力的成果 绝非一些专制国家的民众 轻易所能够学会 本来呢 这个对于阿富汗伊拉克呢 美国呢 用轰炸摧毁器政权之后呢 其实美军呢 只要控制住基本形式 比如说支持那些 接近美国价值观的这个团伙 偶尔轰炸一下反美势力 也就够了 重建不是美国的责任 因为劳师动众 花那么多的钱和精力去建设 像阿富汗和伊拉克这样的国家 想把它建立成德国和日本这样的国家 是徒劳的 也是注定不能成功的 而且呢 从原理上来说呢 就像美国的司法机构 或者世界上任何国家的司法机构 在打击罪犯之后 惩罚罪犯之后 没有义务帮助罪犯 重建家园或者公司 这超出了司法机构的能力 而且呢 把美国军人当成警察一样来使用 在阿富汗 在伊拉克巡逻 维护治安 实际上是一种巨大的浪费 因为美军士兵呢 代价是非常大的 与其那样不如雇佣其他人做警察 这主要是因为当初呢 这个美国打下伊拉克 打下阿富汗都太轻松了 打下阿富汗 美国人没有什么伤亡 打下伊拉克 总共伤亡了79人 而其中大部分还都是被 日记的自相误会导致的这个上升 也就是说呢 真正被伊拉克军队 百万大军打死的美国人 大概只有十几个 所以说呢 那时候呢 小布什呢 和美国人民都处在高度兴奋中 以为呢 真的能把这个伊拉克 或者阿富汗改造成新的德国日本 实在是 这个幻想太多了 实在是太不了解 这个文化的这个力量 因为文化的力量呢 它在人的内心深处 就像这个澳门的这个华人一样 他接受了这个葡萄牙呢 这个基层的民主制度 民主的选举将近五百年之久 但是都没有学会 到现在中共一统治它 澳门很快成了中国的一个普通的城市 而且呢 那个地方的黑社会呢 似乎比中国的普通城市还要猖獗 香港的历任特首 不不 澳门的这几任特首 几乎都是黑社会头目 美国呢 应该呢 从这个越南战争 朝鲜战争 伊拉克战争和阿富汗战争 这四场亚洲战争中吸取教训 这几场战争呢 对待这几个国家呢 不能够像对待德国日本那样 德国毕竟呢 跟美国的距离不算太远 也就是说 无论文化上 政治上 心理上 语言上等等 所以说呢 美国很容易地改造德国 对于日本也容易改造 因为日本是一个非常特殊的国家 跟亚洲其他国家不一样 日本呢 他的日本人呢 他自古以来呢 就已经形成了 比较高级的 独特的一种海洋文明 所以他很容易接受理解 或者接受美国的价值观 包括美国的技术 美国的科学 美国的这个民主制度 虽然说呢 在自由精神和信仰方面呢 日本人对西方接受的并不太多 比如说日本现在的基督教徒 也就百分之两点几 日本人还是稀里糊涂的 见神就拜 本国的神旨也拜 佛教的神也拜 但是呢 日本人呢 跟这个亚洲其他国家 是不一样的 那个经验不能用 如果将来这个美国 要打击中国这个政权 或者打击伊朗这个神棍政权的话呢 就要充分地吸收 在伊拉克和阿富汗失败的教训 不要老想着重建 实际上把这两个政权摧毁之后呢 就让他自己运作好了 也就是说用空军 时不时地轰炸一下 就够了 不要把这个军队 美军再当成巡警来使用 不过呢 面对这一次的拜登 果断地撤军呢 在美国国内都有很多反对的声音 他们认为呢 美国撤军以后呢 塔利班就可能卷土重来 或者阿富汗讲要长期泄入内战 最近这二十年来形成的民主成果 有可能处在停滞状态 甚至衰退 我认为这是启人犹天 阿富汗人热爱内战 实际上自古以来都是这样 他们像中国人一样 自想残杀几千年了 就让他们再打个一百年好了 没什么大惊小怪的 他们喜欢作战 就让他们作战 塔利班呢 也不太可能卷土重来 因为毕竟美国空军可以用 极速炸弹来消灭他们 只要塔利班在阿富汗的 任何一个地方形成规模 美国只要派出空军到那去挂两圈 轰炸轰炸 偷偷弹就够了 所以不用太担心 美国不是保姆 美国不要把自己的 尤其不要把自己的军人当成保姆 因为军队是利剑 让他们去干保姆的活 干警察的活 他们干不了 美军为什么这次要撤出中东呢 其实拜登自己也说得很清楚了 因为目前美国面临更大的威胁 也就是说恐怖主义 在美国的战略当中已经退居几次 因为恐怖主义 现在已经不能够造成太大的危害 大不了就是搞一些小夕规模的袭击 大死或者炸死几十个美国人 而且恐怖主义在整个世界上弃说以尽 在中东国家呢 现在也找不到根据地了 中东呢 本来很恐怖的国家 像伊朗呢 它倒并不赞成恐怖主义手段 所以说美国没有必要 对这个伊斯兰恐怖主义过意担忧 因为伊斯兰这个穆斯林世界 有四十多个国家 他们内部分争离席 始终处在对峙内战状态 所以说没有力量对西方在构成威胁 真正对西方构成威胁的还是中国 所以拜登呢 对意图也大家一目了然 那就是想把美军集结起来 转成一个拳头 部署在中国的周边的亚洲和太平洋地区 随时准备对这个中国的解放军呢 进行致命的打击 从而彻底摧毁这一个威胁 实际上呢 美国的政治领导人 尤其拜登当了总统以后呢 他能够看到各种各样的情报 他应该很清楚 目前给美国人民带来巨大伤害 使得人类处境如此艰困的 这个新冠病毒来自中共的实验室 而且呢很可能呢 还是中共蓄意发动的病毒战